独江业是建于2000年前的超级水利工程 它缔造了富庶丰饶的天府之国 2000年来一刻不停地持续自动运作 是古人科学智慧的代表之作 那独江业是如何运作如何调节水利的呢 独江业第一个重要的设施是奔水与嘴 它把闽江分为内江和外江 外江是自然河道 而内江是人工凿建的河道 外江浅浅而宽 内江深而窄 这样在枯水期大部分江水会流入内江 而在汛期多余的江水会从外江流走 进入内江的水之后会进入第二道分水设施 飞沙燕 飞沙燕的原理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而且这里会看起来更加明显 然后又进入第三道分水设施 梨堆 飞沙燕和梨堆在迅期会起到排沙排水作用 正是通过这样层层分水 闽江的水通过都江燕引流到了成都平原 保证了成都平原汉记有水 汛期无浪 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